这栋黄色建物挂着匈牙利同乡会的招牌 但是被怀疑也是中共在海外设立的秘密警察站 最早源自荷兰媒体揭发 北京在荷兰境内偷射两个海外非法警察站 现在风波扩大 其他欧洲国家好像葡萄牙 以及爱尔兰也都被指有类似的服务点 爱尔兰外交部向中国驻当地大使馆提出交涉 下令关闭 根据人权组织报告 北京在海外设立的非法检查站 横跨五大洲二十一国 一共五十四个站点 包括了西班牙 意大利 伦敦 苏格兰都榜上有名 而且秘密警察非法骚扰 胁迫反中共政权者回到中国大陆 已经劝返二十三万人 但部分人一回国就被调查 用这些非法的方法 来帮人民回到中国 这些方法包括 家庭捕捉 家庭捕捉 人权组织指出 北京上人因为家人获出到中大陆 因此不敢说出来 很难找到证词 本家就是以此让反对者保持沉默 中国公安机关严格遵守国际法 充分尊重他国的司法主权 本家声称这些国外的警察服务站是处理乔包事物 但现在可能引发外交危机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